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大家可能也对他也蛮熟悉的 他被称为全球同业最伟大的看探家 他看探的成功历史呢 有很多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同框 Lies跟Lita 凭借Solaris这家公司呢 我们希望全力地实现他对Varintza的愿情 除此之外 我们在Ecuador以外的项目组合呢 也同样有David Shanssen来发掘的 像我们在密鲁的Baco Orco 还有Aprecho 智利的Precarlo 还有Tamarugo 还有墨西哥的La Verde商务 我们都希望能实现未来的开矿的目标 如今我们公司的最大重点 是在Ecuador的Varintza 我们认为这个开发地区呢 将有非常丰富的收获 这也是非常难得 现有的庞大的彩虹项目 所以我们公司呢 一直能受到在市场上 大型矿业公司的注目 在今年四月份呢 我们公布了一份全新的矿产资源 主要呢 概述了15亿顿的中央矿床 这是我们至今为止在矿产上 发现四处矿区之一 我们相信呢 在我们众多的赚钱目标中呢 我们至少还能再发掘第二个矿区 无论是以全球任何种类的规模来衡量呢 这片铜矿的规模呢 真的是蛮庞大的 但至今为止最重要的是 这片资源呢 还包括了一个高品位级别的起始矿井 我们称它为starter pit 这个starter pit呢 可以提供早期的现金流入 并产生非常强劲的经济效应 在市场上独立分析师的公布下呢 Warenza上路的起始矿井 拥有2.8亿顿 0.8百分比的品位矿产资源 而将能带来50元美元一顿的利润 然而以4000万顿一年的开采速度来计算的话 在这近40年的矿营区寿命内的前7年 每年能将产生20亿美元的利润 这就意味着呢 其实在这个项目两年的左右呢 就可以回本 对这种规模的项目来说呢 实在是非常难得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呢 是属于一个由Agasta集团之一上市公司的管理 Agasta集团的运作目标呢 是在勘探阶段的项目的寻找价值 然后通过中期买卖的交易来实现这个价值 这是Agasta集团成功的快板 在过去10年间呢 我们成功的交易拥有超过45亿美元的记录 特别是在这片探看的开发区 Warenza是Agasta集团认为 规模最大金属价值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优良资产 集团呢也根据这点投入了非常庞大的资金 我个人及公司的管理层呢 也全力支持投资Solaris 我们的执行主主席Mr. Richard Washington呢 也向该公司投资超过了1.7亿美元的现金 Solaris的基本结构呢 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 在公司公布 在公司最近公布的资产负债表上呢 我们现有3000人的 3000万美元的现金 加上任股权证的额外收益 而这些主要是由内部人士 还有战略伙伴所持有 这能使我们在明年中之前都有足够的资金 接下来呢我想讲一下 厄瓜多这个国家 给你们介绍一下 厄瓜多呢是一个相对 较新的一个采矿管下去 但从2014年来呢 开发采矿业以来 厄瓜多是全球为数不多 通过减税 还有特许权使用费 实现力经济增长的国家之一 在Ginservo Lasso 总统的领导之下呢 这种情况正在加速 总统呢他有一个明确的议程 是想通过四方投资家呢 方案来振兴他们的经济 其中一个关键支柱就是采矿业的增长 拉松总统的愿景呢是能希望看到 厄瓜多成为像智利和秘鲁一样的主要 矿产出口国 对于未来的十年呢 在该国采矿 能吸引到数十亿的以上投资 今年三月 在一次由矿业部部长参与的仪式上 我们公司收定了在今年早时时候 与我们社区所签署的影响和利益的协议 而在六月份呢 我们还宣布与政府签署 WARINSA商务的投资保护协议 得取了重大突破 这个投资保护协议呢 能确保WARINSA采矿法规的稳定性 和所有权还有投资的安全性 其次呢 是进一步的能降低 百分之五的所得税的形式 能提供最新的经济效应 目前为止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是 WARINSA商务是唯一将拥有 百分之二十所得税的商务 其他在没有签订这个 投资协议保护协议的公司下呢 他们的所得税是百分之二十 因此WARINSA有较低的综合 有效税率为百分之三十七 这包括项目的特许权使用费 我认为呢 这是拉丁美洲呢 最应该算是最有最低的有效税率 也是事实上最低的税率之一的项目 此外呢 政府还宣布我们项目 成为战略性的优先项目 并且还加快批准了 2024年完工的许可时间表 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呢 拉索政府宣布批准本国 两项新的采矿商务 而因此这一片采矿的短辖须 将带来巨大的商机 从Solaris从今年的四月 发布的矿产资源 直到今年六月份签署的 商务投资保护协议 我们从根本上已经降低了 主要的商务风险 监管和财务的风险 并缩短了该商务的时间表 这个商务呢 处于阿瓜多东南部的一个 天然成本较低的采矿区 本国呢 就是阿瓜多国呢 最大的矿区是 米拉多 就是米拉多 这个是由中国公司同龄经营 离我们商务呢 差不多隔40公里 米拉多是一个成本较低的 露天矿山 显而我们因为跟他们处于同一个 在同一个地区 也有相当的自然的优势 在这里呢 高速公路系的高速公路系统呢 商通联通 电力网提供的成本非常低 还有海拔也低 再而就是阿瓜多的 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 这是一些地区同行成本的一半 所有因素综合起来呢 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资本节省 这会为这个项目呢 提供了非常好的成本优势 我们来讲讲资源 从一开始呢 我们公司呢 就传达了两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第一呢 我们建立项目世界级的资质 我们降低了中央矿床的玻璃率 确立了露天矿 15亿顿的矿量从而实现了这个目标 并且在高等级起始矿坑内推动 真正的强劲的阶级效应 第二的关键成果呢 就是在附近和临近的目标矿区中 展现超出现在矿量的增长的潜力 很明显瓦云萨呢 是有潜力在于目前确定的两倍 三倍或四倍的矿量 下一张幻灯片呢 我将展示这一点 还有更多 好了 那这张幻灯片呢 展示我们附近已经了解 7乘5公里的斑岩群 在这图片的中央呢 你可以看到中央矿床内的资源 主要为15亿顿 至于瓦云萨东部的矿床呢 有所重叠 后者呢 在切断资源之前 仅有八个采矿的矿坑 这也是未来我们采矿 主要的目标的矿区 还有请大家记住的就是 中央矿床呢 是这片扳岩群中四个矿区之一 其中的东部 西部 南部 基本上呢 都还未开采 这代表了我们今天所知道 瓦云萨现有了15亿顿的资源 之外的数倍增长 增长的潜力 瓦云萨东部呢 将实现大幅的增长 我们在这里 其实只是开发了一个小部分 而我们相信年前 也有更高的高等级的矿床 我们的计划呢 是在明年初 发布一个全新的矿产资源 这个矿产资源呢 会包括中央矿床 跟东部的矿床 然而西部的矿床呢 我们也认为有可能 与中央和东部的矿床能合并 所以呢 大家会看到 今年在这两片矿区 进行钻探的测试 最后要讲 就是南部的矿床 也是最大的目标 与目前只有一个矿坑 的中央矿床相比呢 只是南部的面积 大了到三 二到三倍 至于这个地区潜力而言呢 我们最近也宣布了 瓦云萨地区周围新发现的 独特班延 西卡延和地热地区 这些呢 是厄瓜多的其他班延区所没有的 班延矿区呢 可能将瓦云萨区域的足迹 扩展至东北部 也可能在西面增加一个新的班延区 我们打算呢 把这些新的 就西卡延的矿区呢 跟我们在墨西哥 智利 秘鲁 还有其他商务呢 组合 必提议分拆出来 以创建一个新的 Solaris Exploration的 探看公司 而Solaris Resources呢 将专注为 瓦云萨商务 这也是 方便我们能 能做瓦云萨商务的交易 最后来讲讲估值 在这个换单片上呢 大家可以通过上行情景 来看到 当前15亿顿资源的 资源估计范围 在这里呢 矿量非常巨大 高等级的起始 矿坑呢 更大限度的提高经济效应 低资本支出 通过了节约呢 也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的价值 以资产净值折限率 18%来计算 Warrinsta的估值呢 是44亿美元 在这最后呢 我想就是用几分钟时间 能大家讲讲 我们对同市场的 一个一些意见 对于全球的经济的增长 下滑的担忧 宏观的情绪已经恶化 这反过来呢 又推动了同市场清算 在金属格 在金属格价下跌 30%的时候 股票交易的价格 与高波动的股票相比之下 如同像Freeport 这些大型的矿业生产公司的 股票下跌超过50% 那么像Solaris 这样的 摊碳公司 自然下跌超过更多的幅度 不过呢 与此同时呢 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 同市场的基本 基本的经济效应 是没有变化的 如今同的需求呢 已经放缓 但几乎完全被供应表现不佳 而所抵消 特别是在拉丁美 拉丁美洲 占全球产量40% 这个地区 而这个地区的同供应的短缺 并面临长期承载问题 比与同 与此同时呢 我们认为在中国 即使在今年的经济 稍微衰退中 由于电网投资 可能和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的 强劲的表现 需求也保持非常稳定 这将是一个长期 对同市场的支持的来源 因为中国已经宣布了 至于到2030年呢 将是碳排放的最高峰 而至于2060年呢 实现完全性的碳中和 这意味着中国希望在全球 占主导的位置 对于电力和输电网 在可再生能源 电动汽车的电气化方面 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到目前为止 在这个周期中呢 其实很多中国的矿业公司呢 尚未全部进行收购 而他们呢 最终呢 将不得不为 这即将到来的同需求 做好准备 在这时候呢 我们厄瓜多的所有的项目 都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 同市场真的是 令人兴奋的时刻呢 其实是从2023年中才会开始 我们预计市场将开始 对即将到来的 即将到来的牛市 能施加更大的权重 这将是缺乏 供应同资锁定的结果 因为矿业上 商务的交付周期非常长 一方面与电气化 和脱碳化需求 是相抵触的 我们刚才也讲到 这个Lithium 黎的市场 我们也看到一个 全面供应的空荒 去年市场呢 因库存 枯接而上涨 450% 今年又再上涨 85% 所以呢 我们认为呢 小盘股的公司 像Solaris 这种小盘股small car的公司 在抛售方面领先 是更胜为广泛的市场 所以我们认为说 最糟糕 我们股市最糟糕的表现 已经在Solaris 这种公司出现了 而当市场转向时呢 这些小盘股的公司呢 能提供最当的上行表现 也就此呢 我认为说 我们的公司 现在的行价呢 是个非常有价值的行价 我的正式介绍了 就到此为止 希望下面能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 谢谢你 Sany 现在这是Q&A的时间呢 让我问第一个问题吧 之前已经 从一些投资者 受到这些问题 第一个是 我想问一下 你的Rawisa的 那个长远的计划 是什么 是会 未来会出售 给一些大型的 矿业的企业吗 还是什么时候 这个出售 或者是好的时机呢 谢谢你 阿倫的问题 像刚才我所解释的 我们这个 以Agasta公司 管理层的 这个管理方向上 Warensta公司的 只是一个 摊看的一个公司 我们认为 我们所具有的潜在力 跟我们所具有的优势 是在摊看着 勘探着方面 而不是在建设 一个矿场 或者是 把一个矿场 到它的生产 生产级的时候 我们觉得有很多大型公司 他们有更多的资历 跟人员 还有他们的经验 可以做这个工作 所以说我们 我们的工作呢 就是尽量把 这个 这个投资 为投资者 所减轻他们的风险 能尽量把这个项目 推行到一个 已经可以在 健行的时候 在这时候可以出售 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时间表内呢 是这一年之内 我们想做到这个 这个目标 好 另外 第二个问题是 他想问一下 今年呢 阿伯多尔的 阿伯多尔的 一个 矿业的环境 是不是 那个政府 变好了吗 如果你的项目 这个 Waweisa这样的项目 从这个 税收方面 那个政府 它的需要理由 在矿业税收 是要多少 大概 不知道 然后你知不知道 这个情况 是这个 这个问题也是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是因为 你们也大概也知道说 阿伯多这个国家 以前是比较偏袒于 油业的 就是 Oil and Gas 那时候呢 这个国家在 Oil的出产量 是最大的 那是他们一个 出口的 一个强项 不过 在这 近 五年来呢 政府已经全面 推行这个矿业 在这个国家 已经有两个大型的 矿业的项目 已经推行 已经在生产了 目前为止呢 他们的生产出口量 是占全国的 百分之 全国的第四好像 不过 在这近年的 这些 最近的一些 发表会中呢 政府非常想 把这个矿业 能推到 第一或第二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这个国家 他们需要 外资的投资 他们是一个 用美元来交易的 一个国家 他们不用自己的货币 所以说 对这个出口方面 这个需求 是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 而且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说 矿业呢 对他们来讲 能带到 第二个很大的效应 就是能 能给他们工作机会 那这个对国家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的失业率 也算是颇高 那以矿业来讲 这个是非常好的 一个时机 因为因为 他们想把这个工作呢 留在阿博多 然后能让这个矿业呢 能成为一个 一个庞大的一个行业 所以说这个前景呢 以现在 Gibert Malasso的政府 跟他的部长们呢 所有的 不管他们的一些方案 就像我刚才讲的 减税的方案 或者是投资者保护的方案 都是这个趋势 想要保护这个矿业趋势 好 时间有限 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你们的项目 跟当地的原住民 会有钱家有问题吗 我们的当地原住民 其实跟我们的关系呢 保持的良好 已经蛮多年的 那刚才我所讲的 就是在 最早在2019年呢 我们正式跟当地的社区呢 签署了一个叫做 社区协议 就社区的一些服务协议 在这个协议当中呢 他们是 是完全支持这个项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项目 给予他们 有工作机会 有受教育的机会 而也能改善他们的生活 那这个协议呢 在2020 就是今年的三月份呢 又加签了 那在这个签议当中呢 他们也是确保说 这个项目并不只是在 在这个看探时 请他们所支持 不过他们愿意 一直在支持下去 希望这个成为一个 真正的一个能出产 矿矿矿的那个项目 所以说 虽然这个 二八多 有很多这个原住民 或社区的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消息 不过我想讲就是 每个社区是不同的 这也是跟这个 跟跟这个公司 跟这个项目 所他们的 所所的 一起的沟通 跟一起的协议 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还是 非常庆幸 我们能跟我们社区 有很好的关系 好 谢谢申理的回答 谢谢你的今天 过来跟我们的演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